我們今天非常開心邀請到Mobius泰拳運動中心以及梅比斯運動事業有限公司的創辦人Remo Chan 哈囉你好Remo 你好 Remo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你原本是這個產業別的人是嗎 其實不是 其實我原本算是中文系的博士 原本是想要在大學學術界找教職發展 不過就是後來因為教職這一塊現在不好找教職 然後再加上我身旁一些人他們都有那種被霸凌的經驗 就是有這方面的問題 加上我自己以前也有被霸凌的相關經驗 在學生時期 對 OK 所以就是想說那既然我有這方面格鬥運動的專長的話 那也許我出來成立一間格鬥運動中心可以幫助 跟我有同樣經驗類似經歷的人 能夠幫助他們解決自己的目前遇到的問題 然後培養好的自信這樣 嗯 那你因為原本是文科 然後也是也是念到博士了嘛 那這個中間你有曾經接觸過泰拳嗎 有其實那時候主要是在高一的時候 因為我高中讀的是私校 那時候我們學校他有請外師 因為我覺得那個外師看起來身體蠻精實的 對所以我就私下問他是不是有接觸過什麼武術 他還跟我講說他其實之前在泰國 他是一個職業拳手 泰拳職業拳手 對那就是我就私底下跟他講說 那你可不可以教我 我私下可以額外付你錢啊什麼 因為那時候被霸凌這太慘了 對對對 他就是因為這個原因才開始接觸泰拳跟古泰拳 那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說 當初怎麼會取這個Mobius這個名字嗎 因為其實Mobius他就是那個數學那個 橫著巴的那個符號 他就是一個無限的意思 那我就是希望說 來我們這邊接觸泰拳或古泰拳的人 他能夠開發自己無限的潛能 對然後讓自己能夠有 開發自己無限的潛能 然後能夠去面對各種困難跟挑戰 然後去解決所遇到的各種歷境這樣子 OK 那真正決定說就是離開原本的領域 然後要跨到泰拳的時候 那時候有出國去嗎 其實出國是蠻早前的 就是那時候高中這樣子跟那個外師 接觸之後 然後到大學快畢業的時候 那時候因為我爸在泰國那邊有認識的朋友 對算可以照顧啦 對所以那時候我就 在那時候 那個時候我才跑去泰國那邊去 學那個泰拳跟武泰拳 所以算是其實是很道地的對不對 對 那 跨領域 然後又外加說 畢竟是到不同的國家去學習 那 到現在已經創立了四年了嘛 那這中間有沒有一些你覺得比較挫折的事情 挫折的事情 其實主要就算是一個親人公的背叛啦 對對對 因為其實之前我有請一個泰國教練 然後他原本其實 他其實原本在我們這邊工作的時候 他對待遇啊各方面其實都蠻滿意的 他也很感謝我都把他當家人看待 對啊 其實後來他 就不知道是因為什麼原因 他就後來跟我說他其實 他覺得他很累 然後就是他覺得他為公司付出很多 所以他要公司一半一向的分紅 對對對 那算是真的很敢要 對對對 就是這種蠻不太合理的 我當然就婉拒他了 然後結果後來 可能就是因為我婉拒他吧 然後他後來就是去 到處跟人家種傷 我說我侵吞他的薪資 對對對 然後就是跟 一些官方單位像泰辦也好 還是一些那種政府單位 然後還是 後來還甚至跟我的學員 都說什麼我侵吞他的薪資 對然後就是後來 可是其實他那時候 我後來才知道 他那時候已經有打算去 別別別別間類似性質的權貫 就是泰權的那種運動中心去工作 算是我覺得他應該有點 算是要帶客人走對不對 他其實後來有一些學員他 他有給我看那個 就是那個 太古教練給他的那個 傳給他的私訊 對 就直接私訊裡面就直接講說什麼 他現在人在哪裡 就不要繼續待在我這裡了 直接過去那裡吧 哇那真的是 那那時候肯定對人性 因為前期你也是對他付出過 那應該也蠻失望的 是打擊蠻大的 對啊因為第一次創 應該是第一次創業吧 對 第一次創業就遇到這樣的事情 不過我覺得 這個也是給我們一個很大的警惕 就是在未來 可能在合約上或者是 就是在招聘上都要更加小心對不對 對啦 確實 那因為泰拳其實在這幾年才開始 在台灣比較流行 那大家其實對像 運動或是重訓的一些觀念 跟一些 跟一些認同感 其實都已經建立好幾年 可是泰拳是最近 這幾年才開始 那你自己覺得說 Mobius可以帶來什麼樣的一個理念 跟亮點給顧客 就是其實 我們這邊主要是專注在 泰拳跟古泰拳的項目上 對那所以其實我們 在理念方面來講的話 其實主要我們是希望能夠 讓來我們這邊學習的客戶啊 學院啊 就是透過接觸泰拳跟古泰拳 然後能夠在身體跟精神面方面 都有所提升 對那身體方面當然是希望說 能夠就是一些基本的防身技巧 對那當然如果要比賽 那就另外的安排 對那精神面的話 當然主要就是希望說 能夠培養你的一種 我們說 fighting spirit 或者是perseverance 那種毅力啊 就是奮鬥不懈的那種 戰鬥意志 戰鬥精神 對對對那 因為這個樣子 在防身的情況上來講的話 其實像有時候你如果 跟比賽不一樣 或者是跟生活中其他的事情 不一樣 我們說像比賽也好 還是我們生活工作上 遇到很多困難 有時候放棄 那可能就 放棄就放棄了嘛 對那頂多就算了 可是像防身如果 你放棄的話 那就沒有如果了 對啊 就可能沒有第二次了 對所以我是希望說透過強調 泰拳跟古泰拳在防身這一塊 的一個強調 我們希望說能夠 不要只是說 你能夠在身體方面獲得那種 運動體身體方面素質的提升 我想說你在精神方面 你能夠知道說什麼 當你遇到困難 遇到逆境的時候 那第一個不要放棄 就是咬牙堅持 無論如何一定要撐過去 沒有失敗 就是一定 無論如何都要去克服它 第二個就是 如果真的 這個遇到困難跟逆境很大的話 那要怎麼樣去克服 就是沒辦法 正面沒辦法的話 那你要去思考 各種不同的策略 思考不同的策略 然後去尋求不同的資源幫助 來幫助你能夠去撐過這個難關 其實在跟泰拳的技巧上 也有相同的一個關聯性 就是說 我今天這一拳過來的時候 我其實我不一定要這樣 直直的去抵抗 我也可以繞一下 或者是用別的技巧去把它化解掉 對不對 就是類似說 因為像 會喜歡用防身來帶主要是因為 防身跟比賽不一樣 最大一個地方就是像 防身它是沒有規則的 對 所以譬如說像 有時候像 譬如說一些女孩子 對那女生 女性朋友可能她天生在 身體素質方面 跟男性比起來 可能會有一些先天上的劣勢 對 那可是 所以你看比賽絕對不可能是 女生跟男生比賽 對 可是像在防身的狀況的時候 你有時候 你遇到那種身體素質比你還要好 還要優秀很多的男性歹徒的時候 那你可以去做一些 譬如說我們講說 要害的打擊 對 對 比如說像 你的手肘是很堅硬的 你的膝蓋是很堅硬的 那你的手肘去攻擊對方的肋骨 或者是心窩 或者是你膝撞對方的那種 男性最痛的那個部位的時候 對那 這方面你就可以去 藉由這些技巧去克服 你在身體素質上的一個劣勢 對 那有沒有 呃 女生顧客 是呃 因為學了這個泰拳的技巧之後 真的實際應用在生活上的經驗 嗯其實我們有一個女性顧客 她那時候來的時候 她就是跟我講說 她有很強烈的防身需求 嗯 對然後 後來我稍微了解她說 她其實有 被她的另一半家暴 嗯 對然後就是反正 那時候我就針對她的狀況 我就是也設計了一些就是那種 針對她那個狀況的一些 比較實用好技的防身技巧 嗯 對然後後來就是 她有 後來有 有個私底下有跟我講說 她其實蠻感謝我 就是後來她 在被她另一半在家暴的時候 嗯 她有很順利圓滿的解決這個問題了 喔 對對對 嗯 其實不管是呃 前面我們提到的霸凌 或者是家暴等等的議題 我覺得大家聽到都是比較沉重的一個看法 嗯嗯 然後嗯 當然也有相關的法制可以去保護 但是我還是覺得嗯 大家應該要針對我們自己第一線 第一個時間點去遇到的時候 如何去化解掉 這個其實是蠻重要的 嗯 那我相信你也是想要把這樣子的一個 呃 一個觀念去給帶給大家 是 對 那在Mobius這個品牌啊 那你有沒有一些短中長期的規劃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短期規劃的話 我們可能接下來有計畫說去出一些 泰拳跟古泰拳的一些專書 對 還有規劃一些線上教學的課程 對 因為這樣子比較能夠讓一些 因為 可能有一些朋友要距離比較遠 沒有辦法來我們這邊練習 欸那透過專書或者是一些 比較精緻的線上教學 欸那希望他也能夠 對這個東西 至少有一些基本的概念這樣子 嗯 對那中長期的話 我們會 開始去做一些師資培訓 跟一些我們說 連鎖加盟Franchise的一些部分 對對對 希望說能夠讓我們Mobius系統的 泰拳跟古泰拳 能夠讓更多人受惠這樣子 嗯 因為呃其實 你自己身為這個產業的人 在看通產業的這個大環境 應該會有很深的感觸是說 呃外面的教程 其實他有時候不是那麼容易理解 嗯 以及他可能會結合了太多不一樣的 呃 技巧在裡面 或者是甚至是不同的運動 嗯 的東西在裡面 那剛好文科出身就是可以比較 邏輯性的去系統化這些教程嗎 那我覺得在你的訪問中好像你也很容易 就是去設計一個比較簡易的課程讓學生知道對不對 確實啊 因為其實像 其實像 包括我與我之前自己在泰國方面的經歷 其實我發現 泰國教練他們其實本身可能是 很多泰國教練他們是很優秀的選手 也甚至很多都是冠軍 對 可是 在教學上他們最大的問題就是他們的教法太過凌亂跟隨性 嗯 對就是會缺乏系統性 就是比如說今天 今天東教 東教一點西教一點這樣子 然後就是沒有各種順序 嗯 所以那時候我自己在學的時候 我花了 有花了一些時間跟精力啦 就是把泰拳跟古泰拳的那種技巧 做一個分門別類的統整 嗯 對把它做出一個系統性的架構 對 了解就是為了要讓大家可以更快速的去理解 對 嗯 那最後的最後我想要請你 就是給我們一些現在是在創業的人 或者是他想要踏入泰拳這塊領域的人 給他們一些建議 讓他們可能少走一些彎路這樣子 嗯 其實創業來講的話 簡單來講 他其實就是一種自我能力的挑戰 對 對就是你要怎麼樣去先設定一個目標跟夢想 嗯 然後能夠做一些初步的風險評估 嗯 初步的風險評估有了 然後接下來就去思考 怎麼樣去落實你夢想的一個步驟跟策略 嗯 然後去整合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 嗯 整合你現有的資源 然後去思考把你的策略進一步的去採取行動 嗯 把你的理想的具體化 嗯 這樣子對 就是要要先有一個 呃不能只是想啦 嗯 我們當然要有一些實際的計畫 對 才可以去執行對不對 嗯 那也非常謝謝你今天跟我們分享一些 你過去的經歷 包含呃 呃 你的這個泰拳館 與其他館別最大的一個不同的特色 那我也覺得說更加的去貼近原型啊 其實我也覺得說好像不是只有 有需求的人才應該去 其實我們平常就應該去有這樣的一個觀念 那去面對說未來以後有可能遇到的不一樣的狀況 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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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